香港电影《黄金时代》的周星驰,可是一位炙手可热的喜剧演员,在其主演的电影中,大部分都是主演,而在18年前,有一部电影《周星驰》作为男二出演,目的的是力捧当时的张家辉,这部电影便是2000年的《千王之王》。 小编当年因为星爷演配绝赌气式的不看王金电影,过了很多年后再看竟然有一丝惊喜,王金拍商业片果然有一套,泛泛可沉的剧情都能拍出花来。 虽然花样百出,但剧情的破绽和漏洞也是王金不认真拍电影的习惯,此片一号主角是张家辉,而扮演千王的星爷只在开场时露了一面后直到下半部才出现。 这次张家辉扮演卧底警探,像星爷在,淘学威龙,扮学生一样胡闹一气,去刺探金融大鳄王金的内幕。 张家辉虽然演的生动卖力,但显得过于儿戏星爷虽以赌片成名,但他的上一部赌片还是1991年的《上海滩赌胜》,此番重返赌坛,恐怕也想再度辉煌一把。 但是可惜,当年的星仔已贵为今天的星爷了,没有了当初小人物的心态,且赌片风潮早已过多年,再加上他和王金在片中力捧的张家辉表现实在糟糕,所以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 星爷的表演本来已经脱离了早期影片中王金式的屎尿屁笑料,但在《千王之王》中与王金的再度合作,又被望大导演将狼才尽后的疯狂无聊所腐蚀。 像什么失传百多年的肥螳螂之类的无聊手段竟然被用来结束影片,真是有够拙劣。 而舔鞋子,吃习义之类令人反胃的噱头就更多了,而星爷这次以《澳门千王之王》的身份众出江湖,有点拽过头了。 影片一味强调他的至尊地位,以致十分单调乏味,而且体现他高明赌数的桥段也牵强做作。 影片中周星驰虽然不是主演,但是拿的片酬却是最高,一千五百万港币,在当时也只有李连杰,成龙,周润发可媲美,而星爷在片中动作戏真可以说拿着一千五百万当之无愧。 星爷在片中唯一有亮点的是露了两手他的功夫,片中的周星驰在与卢慧光一战中脱掉上衣,露出白背心和黑裤,那一瞬间仿佛李小龙上身。 而星爷的功夫也是很厉害,一朝一世仅是行家模式,而曾经袁兵说过一句话是周星驰的功夫,真子丹也打不过,之前不信,看到周星驰在千王之王中的功夫我信了,酷爱李小龙的他耍齐永春来也是一高手。 著名武指援冰说周星驰的动作戏非常好,但是星爷的喜剧更好,更有市场,所以没人找他拍打戏。 如果真论武功,真子丹其实打不过周星驰,其实星爷真的很能打,只不过人人都爱看他的喜剧,所以就没人找他演功夫片,但实际上周星驰的武功应该能算香港演员中最能打的几个之一。 假如袁兵说的属实,星爷自己当导演后,连拍了《少林足球》和《功夫》两副动作片,大概就是为了袁自己的功夫梦吧。 依周星驰个性执着,又那么痴迷李小龙,完全有可能去深入研究功夫。 星爷小时候曾经半夜问弟子黄纯良为师学习永春全,按辈分来说李小龙可说是周星驰的师叔,而除去周星驰的喜剧之王身份,他其实也是一个动作演员,只不过周星驰的功夫被更夺目的喜剧表演演带住了。 在《千王之王》中周星驰是所有模仿李小龙的演员中神韵最相似的人没有之一,片中的造型和动作戏简直是李小龙再生,这也说明他真的以李小龙为偶像。 天赋和执着心也都有,相信他对武术的造诣应该也不会差,但看周星驰的电影从没离开过动作戏,相信周星驰的武术功底从没落下,而且周星驰孤身一人没有牵绊,更不会放弃自己的梦想。 所以小编相信如果,我是说如果,周星驰从一开始拍功夫片,一定比《真子丹》出名,因为他对电影《精益求精》的态度,是任何演员都比不了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